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erry 如果你上周有听我们的节目 你会知道说我们上个礼拜 一整周都在谈数位转型 到底应该怎么做 那数位转型也是现在企业界 我想各行各业从传产到制造 到科技到服务到金融 不管你是大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 大家都非常热衷的想要做一件事情 那么今天我要导读的一家公司 是望宏电子的董事长吴敏球 他同时也是望宏电子的创办人 那他也是我们这一次数位转型领袖奖的得主 所以我来分享一下望宏 以及吴敏球的转型的重点跟精华 那么吴敏球是成大电机系毕业 那后来到美国取得了Stanford名校 Stanford大学的材料科学的工程硕士之后 就留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 也包括进入我们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 Intel公司去工作 后来大概1980年代末期 台湾就那个时候组科学院区要开始台积电 连电都陆陆续续成立 那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正要崛起 所以他也就是有这个远见 看到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正要崛起 所以他就说服40个在矽谷一带 留美的台湾的人才一起返国返台 然后后来成立了望宏电子 他真的是蛮有说服力的 那么这家公司在1989年成立 其实在整个90年代表现都非常的好 那时候国外的媒体说要谈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几乎都会来拜访这个望宏电子 那么所以在第一个十年 也就是1989创办 90年代它的营业额来到10亿美元 我可以说它被瞩目的时机 有可能都还比台积电早 所以它在1998年 吴敏球就成为台湾第一位 登上美国富比斯杂志的台湾企业家 那个时候的封面就叫矽岛 Silicon Island 那么其中对它的报道也不少 就说它是一个从来不睡觉的创办人 可见它那个时候拼劲是连老外都注意到了 那么2001年 2001年美国的商业周刊 评选亚洲之星的50大企业家 那时候吴敏球也是名列其中 在2000年的时候 旺宏拿到一笔大单 也就是拿到日本游戏机大厂任天堂的订单 所以隔年它的营业额是成长了十来倍 所以那个时候曾经一度很风光 那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奖项 在谈数位转型顶格奖 事实上旺宏 吴敏球先生他在创办这个旺宏 一开始其实那个时候 没有数位转型的四个字 但是他的做法 已经是具备了数位转型的概念 那怎么说呢 那个时候他要回来创业的时候呢 就要做半导体制造 那那个时候他观察到说 事实上如果要谈研发 那当然是美国领先 很多专利都在美国人的手上 技术领先 但是要谈制造呢 在那个年代呢 是日本领先 因为日本人呢 非常的强调SOP 非常的有纪律 所以呢 日本在这一块也要领先 美国人也在制造这一块 打不过日本人 所以吴敏球要回来台湾的时候 他就想说 研发我也赢不了美国嘛 那制造总不能也输日本啊 所以制造这一块 他要怎么拼呢 所以他就一开始呢 他就强调说 我的生产的制造 就要非常的 全部的电脑化 资讯化 所以他几乎一回台湾创业 他就开始导入了这个资讯啊 数位甚至有所谓的这个数据探勘 也就是后来 我们大家就很熟悉 Data Mining 在他那个年代 可能概念不是很理解 可是他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概念 所以吴敏球就决定说 盖工厂的时候 要把所有的生产线 全部都资讯化 然后全部的流程 都要输入电脑 电脑化 然后机器只要是不故障 就会按照这个指示呢 持续的运作 所以用机器呢 来取代人的纪律 可是他一段时间后 发现说资讯量就不断的累积啊 不断的增加 他就是想说 那这些资讯呢 是不是可以用来做一些分析啊 所以那时候他就有Data Mining的概念 后来他灵光一闪呢 就从因为在足科创业嘛 所以他就在清大的统计研究所 去那边找毕业的硕士 那那个时候 大概这个研究所毕业的人 绝大多数都进入了金融业 大概从来没有人进高科技业 所以那个时候 他去清大的统计研究所 找人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不过后来呢 真的有成功的找到人 当时大家还以为说这个毕业生是不是进错行业了 跑错行了 后来证明说统计的专长是非常适合当像科技公司这样的数据工程师 那么这一位呢就算先锋 所以当年呢加入旺宏这一位统计硕士呢 后来就被清大选为杰出校友 那从旺宏呢已经退休了 所以呢在蒙蒙懂懂在那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呢 其实这个无名球创办人 他就已经让这个学统计的 学资料的跟这个学半导体的人融合 然后研发出一道以现在眼观看 就是智慧制造的一个基础 一个基石 那他把这套系统就取名为NOVA 就是新兴的意思 那么随着这个现在技术越来越多 比如说现在已经有AI啦 Big Data啦 云端啦等等 很多的功能的越来越智慧 所以现在呢这套系统就叫SNOVA 也就是Supernova 所以过去的工程师呢 在面临非常多复杂的半导体制程 如果有异常的状况呢 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去了解 但是有了Supernova之后呢 其实只要很短的时间 可能只要几分钟就可以发现品质异常的原因 那就可以做快速的改善 那么事实上这个NOVA也好 或后来的Supernova也好 其实很多台湾的半导体厂商 也都非常积极的去学习 甚至导入 甚至去望红挖角 把这一套技术也可以导入到其他的半导体公司 所以影响呢 其实整个半导体的产业链 那么这一次呢 吴敏球先生呢 他真的是非常重视我们这个数位转型顶格奖 所以他就是本人哦 在我们这个评选的过程当中 他本人来亲自做报告 然后把他这三十多年来发展这一套NOVA到Supernova的一些理念 以及过程呢 跟大家做分享 那评审团都觉得说 他创造这一套统计系统呢 将很多制造业中的许多参数呢 都纳入考虑 而且这么长远之前就已经有这样的眼光 那一直到现在用最新的科技来解决这个智慧生产的问题 真的是非常有远见的领导人 所以这一次呢 就颁给了他数位转型的领袖奖 我们再一次呢 还是恭喜吴敏球吴董事长 那么吴敏球董事长这一套这个数据化的管理系统 除了是说如果发现错误呢 他可以很快的找到之外 他其实也可以确保他的公司 可以提供最高品质的产品跟服务 所以其实旺宏也是全世界第一家将产品的不良率的衡量指标 从百万分之一 大幅提升到十亿分之一 所以他的精密度 他准确度是更高的 那么创业到现在也已经超过30年了 现在吴敏球先生是73岁 我觉得他还是所有创业家都是永不休息的 刚刚有提到说这个外国的杂志这个Forbes 有提到说他的标题叫CEO命物 Never Sleep 吴敏球从来不睡觉的 我看他现在也可能是一样非常的战战兢兢 所以他每天都六点不到就到办公室去上班 那很多族客老板都住到台北 但是他就住在离这个公司非常近的一个地方 也是住在竹客 不知道是里面还是附近的 就是上班很近的地方 所以他每天都是很快不到六点就到公司上班 所以如果是冬天的话 就是真的就是摸黑上班 那每个礼拜六都还是要工作至少半天 所以还是非常兢兢业业的 要把这个公司带领好 那现在的旺宏在这个挥发性记忆体方面的产量 应该是全世界第一 所以全球平均每3.6个人就会有一个人使用到旺宏的IC 那未来的电动车也是很需要旺宏的这个快散记忆体 所以我想他的未来的成长也是很可期待的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数位转型顶格奖的过程 也可以了解说如果企业很善于使用这个数位的工具 然后协助他的转型 协助他的管理 协助他的生产制造的智慧化 为他公司的成长好像装上了一对翅膀 可以更快而且可以做得更好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在吴敏琼先生他一直强调就是说 他们在开发这个NOVA系统或Supernova系统 很强调异业的整合 比如说你学统计的人 你不是学半导体的 你也不是学IT的 学IT的人也不是学统计 所以你怎么样让学统计的跟学IT的人 可以在一起共识呢 这也是他们公司过去30年来一直不断在磨合的过程 所以数位转型可能也需要一个跨领域 跨职能的整合 那可能很多公司比如说 其实我们之前在Podcast上也有分享过 你做行销的人你不懂IT 做IT的人不懂行销 那你怎么让行销人要依赖IT来帮他开发 这个科技的数位的工具 使得他的行销可以做更好 他就需要一种跨领域的磨合 那这个我想在各行各业可能都会碰到了 所以我觉得旺宏的经验是提供我们这个做参考 那么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谢谢你们今天的收听 我希望你们还是可以很有收获 那么最后再一次提醒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你现在就订阅我们的Podcast 并且到说明栏 看更多的管理观点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从团队到个人 管理的大小时都是HBR的事 现在就上 triblew.hbrtawan.com 订阅数位版首月只要60元 让你无限畅读所有文章 向国际大师学习 现在就开始